在福州市鼓楼区金门路上有一家不大的咖啡店,90后台湾青年郭艺房和同伴们正在专心地制作着咖啡。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,在福建创业的台青郭艺房深深地被战役一线的医护人员们打动, 于是他决定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来支持这些可爱可敬的白衣天使们。 取料、研磨、搅拌、盖石、贴标,郭艺房和两个伙伴配合默契。 三年来,郭艺房在福州扎根祝梦,事业步入正轨。 他们这样子很累,然后中午也需要休息,然后晚上还要轮班, 所以我们都会在中午的时候给他们送这种爱心咖啡, 然后我们也是帮他们加油,然后让他们继续在工作上就是会有更好的发挥。 郭艺房是台湾台中人,为了圆咖啡梦,2016年他来到福州创办了拎咖啡。 正月初二,郭艺房就从台湾回到福州, 每次在新闻上看到广大医护人员奉不顾身战斗在一线的事迹, 郭艺房都会感动不已。 与合作伙伴们商议后, 郭艺房发起了为医护人员免费送咖啡的爱心行动, 给压力最大最辛苦的白衣天使们加油打气。 他们是本来是不建议我们去, 那是他就是说我们做这个行为很好, 然后所以我们也是约在就是医院进去, 然后他让他在我们比较安全的地方, 然后给他们送这样子, 然后我们也是觉得说就是也不, 就是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事情, 然后也不会因为这样子就害怕。 近短时间以来, 郭艺房和伙伴们与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, 福建省立医院, 福州肺科医院的呼吸科, 发热门诊等科室都取得了联系, 每次送咖啡, 郭艺房都会在杯子外加上保温棉, 确保咖啡的最佳品质。 我们送完蛋糕和咖啡给你们, 可以趁热, 还有蛋糕什么的, 没事,辛苦了,辛苦了, 这个送咖啡的那个活动, 爱心咖啡我们会持续继续, 然后到疫情结束, 然后希望帮他们加油打气, 然后福州可以慢慢地回到正常的生活。 自2月3日起, 郭艺房陆续送出了近800杯手作咖啡, 既温暖的医护人员也感动了众人, 目前爱心行动仍在继续。